今天我們會進入到下一個電子元件就是BGT的部分 當然我們會提供一個電池的方向 一個電池下高路 我們會去下個電池下高路 那當然也就是說在進入到今天最後部分之前 上次的最後 我問到說其實當我們在切換的時候 並沒有辦法說很順利的 在切換的那一瞬間馬上從瞬間然後直接切換到裡面 是完全解釋的之後 它會有一個短暫的一個站在裡面 那當然我們就有辦法去讓它中間切換 所需要耗費的時間 讓它可以做為一個更好的一些開動和應用 那當然為什麼會有這種 那個站在反應其實主要就是跟我們操作在 使用天壓的時候 那在空白區以外中間區呢 會有一些暫時儲存在空白區的靠近空白區 我們就要想辦法切換這些 暫時鎖在中間區的這些電池 然後消耗掉耐火車 我們會有一個 算是一千萬的電池時間 那這邊的話當然就是說 要是要稍微應用到我前面的 可能就是 我們知道說 我們在一個順向電壓操作的時候 我們的電池面的話 它的中間區那些少數在這裡 分布是這樣子的 也就是跟我們前面講的意義 我這邊請的那個呼吸 這種分數在分布之前 我們在下一張的時候 還是會稍微有導致的 加深一下影響就是 二十位這邊的話 我們會看到 順便的時候 那少數在這裡的話 就是說 在這幾條是電動的 讓它進入到 N型中間區 對於它就是少數在這裡 那它就是 在順便的時候 它是重圈較高 以及那個 農物較高的 一個地方 慢慢的 隨著它 越來越前面的話 它會有風向 然後掉到 一個熱門的 還有這個農物 它的外面的話 電子也是一樣 農物較高的地方 像掉水池 很呈現這樣子 一個 可以像三角魚 就是它 但是我們知道它是一個 無限慢慢的 可以這樣子的 一個結果 那 當我們是操作 在影響平安的時候 反而是 它一進入到 那個 中間區的時候 就是在空管中間 越少街坡 它的濃度是 力量多的 那它會慢慢的 突然增加 然後回到 它就對了 或者是在順便看裡面 那麼兩個操作說 這個 中間區的那些 總是在最大 很無限 不一樣的地方 那當然我們這裡 提到的是 它是在碎下面 所以它的這個形狀 就是我們 剛剛前面的那個 做半邊那邊的這個 就是它是一個 比較高的位置 慢慢的 往下一樣 那這些 這些的話 這個灰色的部分 其實就是 暫時處理在 中間就這些 一個 變分 那當然這些電量是 所以它沒有 我們在空馬區裡面 那些空間 都會不夠 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 稍微來 那個 計算一下 我們就 我們就把 它的這個 中間區這些 電能 把它整個 積分網 之後 可以看到 它在 中間區這些的 所帶的那個 電量是 底下這麼多 那它大概也會 跟你說實際上 偏壓的 偏壓的 大廠 很大的關係 然後外界有很多 還有一些其他的 像是 擴散 擴散 長度等等的 都會去影響 這邊的 那個 存在這邊的這些 電荷 那存在這些 這邊的這些 電荷其實也因為 它的那個 那個 分網 不停區 嘛 所以其實也可以把它 用 前面我們 有 用電荷的那個 電量面 就有表示說 我們把它表示出 這些電荷 那 我們現在也有 他如果 最後的話就是說 這些電荷的話 等於它的 它就存在這個 設定桌子 來成長 這個 電流密集的大小 那當然 它的 輸出在這邊的話 整個效果其實也是有點 類似像 那個 電容 那個 那個電 那個電板 左右兩邊的話 我們也帶著 那個電量 那 當然我們就是把它 跟前面那個 那個 空白區裡面的 空白電容 或者說我們把它叫做 介面店 稍微比較一下 這些 那個 介面店的話 其實就是那些 規統的空間店 而這裡 在中心區的話 那個 位置裡面 就是 它 資訊 然後 我們這邊 可以叫做 擴散店 那當然 就是 現在的話 就是 這邊 有它寫出來 還有它 跟前面的 最後 這邊 有它寫出來 有它寫出來 那 這邊的話 呃 當然 就是 這個 這個 如果 比較大的話 當然 它這個 再重新去這些電流 其實是會 增加 那這家裡 它其實就是 這個 第一 裡面 需要練習的部分 那最後 我們一次把 整個 PM界面它的 一個 完整的燈效電容 把它畫出來 也就是說 它可以把它視為說 是 你剛剛提到的 空白電容 還有 擴散電容 它們這兩個電容 然後 另外的話 也有一些 傳統電子 等等 把它一併考慮進來 就可以去討論說 這個 那個 PM界面的話 在操作的時候 它很帶來的一些效果 好 那最後這邊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在影片後 跟大家稍微 聊一下 就是最後 講到了 那個 PM界面 在從 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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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切換成 右邊 就是 整個 PM界面的話 從順片 切換成 逆片 它切換的同時的話 其實 我們希望的話 就是說 它順片之後 呢 當它切換之後 變成只有很小 的那個 都變 它是希望 我們只希望它可以結紙的柔位子上 我們知道它切換的柔位子上 其實會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反向的柔位子出現 但是這個柔位子也會慢慢的下降 然後降到一個柔位子上 這邊的話當然中間的切換的柔位子上 站在柔位子上 我們知道它有點像是延遲的那個結果 那當然延遲的結果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要消耗掉一些 然後就是中間的這個變得 那就是最後 這邊想出來的這個B-O的動畫 就是會跟我們存在的柔位子上 那另外的話 這邊連接的那個順便按鈕 跟它變得一個比值有關 那當然如果是希望說它可以做一個 說不定調快速或快速切換的話 那當然也就是選擇的 它或是材料它裡面的這個散佈塞子的生命周期的話 讓它越來越好 那另外的話這個變質越強越好 那要讓它的那個生命周期越來越好 其實我們這邊有聽到說 可以不當在這個 材料裡面的那裡 它那次摻雜機的那一些技術 它作為那個複合軸心 讓它可以去加速它的那個複合的效果 那最後的話就可以讓它的這個生命周期縮短 OK 所以就是這邊的話 大概就是我們上次的 最後的一個給大家提到 重新處理這些 三次處理在這邊的這些電源 它就帶來的一些電容的效果 還有讓我們做順便一點切換的話 還有一個延遲的時間 接下來這一段的話其實就是 我們都知道的就是 在而且在操作的時候 那第一天當你一天加到很大 它到某個程度的時候 它這個VM間它就在也擋不住了 會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 擋向電的出現 那我們一般來講 就會把這樣子的操作波 就是操作這個惡心 它是操作在那個逆向崩潰區那裡 那它這個逆向崩潰的話 其實只要你沒有它 因為它電流很大 那你不要讓它整個惡心燒起來的話 它其實整個崩潰區並不是一個破壞性的 就是說它崩潰區完之後 那它接下來 如果常常在一個比較小的範圍 那個適當的範圍 或者是常常在順向平安的話 它還是可以維持有這樣子的效果 那除非電流很大 然後整個浪環的那個惡心燒 它整個稍微它才會整個已經 發生前就有破壞性 不然一般來講話 這樣子的那個 內向崩潰的操作的話 就屬於 非破壞性的 那 回歸到就是說 這個崩潰這個現象 我們有說 它是一個在很大的 內向平安的話 才會有這個崩潰的進行出現 那它的結果就是 說有一個很大的反向變流 那到底是什麼樣子的機制 讓它有出現這樣子很大的反向變流 其實就是我們在 前面 前面 跟上一張 我們提到這兩個效應 稍微把它 應用進來 那 這兩個效應的話 當然就是 分別就是 大家應該都一定提一下 就是 穿睡效應 以及 雪崩被沈效應 那我還是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我在上一張 提到穿睡效應的時候 不是 它當然最近有一些 比較複雜的那種 確定的方式等等 不過我們講到這一部分的時候 那個提到說 當兩個半導體是 跟它們一開始距離不明 那當然就是說 你把其中一側 那個半導體上面 你再次是沒有辦法 跳到另外一側 可是你當你慢慢 讓這個 兩個半導體材料去靠近 當它靠近的距離 變得很小的時候 其實有一部分人的機會 它的那個 半導體材料是可以 穿過 所以大家中間可能 如果說有一些 絕緣層的那個阻擋 的話 它也可以無視這個 絕緣層的那個 阻礙 它可以直接 穿過它 因為一般來講 我們之前提到的 它還有一些可能 還有可以用那個 認識方式的方式 就是說 當它的那個 栽子 很高的時候 然後我高到那個 它是被跨過這樣子的 這個阻礙 那 當這兩個材料的距離 比較高的時候 就會出現那個 那個 穿水效應 就是從 其中一色 再一次 它走到其中一色 穿到 穿到中間的主要道路 那另外 嗯 稻塵 它有這個 大家有 例如下面會列入 還有那個 懸崢被震 那當然懸崢被震 它應該怎麼比較會試過 還是會有 上一張我們講到那個 那個 在這一部分 我們會 叫 深入的再去討論一下 這個懸崢被震 它其實會有一個 被震 然後我們可以讓它 那個電影呢 放大 一個 一定的那個 電影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再 得到一個 大的 反向電影的出現 所以現在呢 造成功會的兩個機制 的話 其實我們之前都有 稍微提供 那 這邊的話 當然就是 進入 當我們把這個 這邊的那個 穿 穿碎啊 或者是水風被震 這個現象 把它移到 這個 電影界面的時候 到底它怎麼樣造成 這個功會的結果 那首先 我們先來看一下 穿碎機制 我剛剛提到說 穿碎機制 對於中間那個主要直接穿過去 那 其實這裡的話 當然就是說 也有想要 這一個 就是 一個 一人姐妹 那它是操作在 當我們在 順向 或是不理想 其實我們直接被從 不親看出來 我們之前就是提到說 一開始是2被震燈的時候 那它那個運燈 是在相當的地方 那如果是 瞬向民燈的話 它變比較 緩和 那 內向民燈的話 變比較 陡峭的 所以這個看起來的話 它是變成一個 相當陡峭的一個 這樣子的結果 那相當陡峭的 這樣的結果 表示到說 它現在是差不多 有一個蠻大的影響電壓的方式 當然在你畫畫區裡面有一個很強烈的電腦 所以用DNA本身形成說它有一個VPI內建電腦 那當你是加了一個影響電壓的話 加的越大的話 那你的電腦其實會受到你之下的影響 它也會越來越大 好那另外的話這裡就是說 我們要有這樣子的那個穿穿的形式的話 到底它的在進行 是為什麼可以嗎 是以它的那個主要來處理 因為你看我們原本比如說 比如說它的那個電子如果在N形式這個區域 它現在在一般的那個還沒有崩潰之前的影響 電壓就說它是不是如果假設它有過來另外一側的話 其實會造成有一個電流的效果 它要跨過這樣子的高度 那如果它真的假設它有這樣後的這樣子 可能它可以跨過這個高度的話 那我就可以兩側到一個那個電流的一個電流子 可是現在你看它現在高度那麼高它跨不過去 可是它並沒有辦法從右面這樣跨過來的話 它其實有另外一個可能性 就是它可能會發生穿穿的現象 那這個穿穿的現象就比較重要 也就是說因為我們剛剛提到是 在N形區這邊導電帶的電子 讓它獲得普攻能力 它可以跨過這邊的高度 進入到另外這次的電帶 那我們這個講穿穿的話 其實是在講假電帶的電子 特別就是說在P型這邊的灰色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駕電帶 它還是有電子 因為它的能量是比較低的 那當它的那個電向平安架夠大 然後裡面的電場夠強 然後整個人帶組拉得很陡俏的時候 我們中間的這個阻礙的話 是不是你就想說 你原本它的中間的寬度是這樣 那你拉得很陡俏 它有點像是你拿一坨麵糰 然後把它往你的左上跟右下去拉 它中間會越來越細 那越來越細有的結果 就是說在P型這邊的 那個駕電帶的灰色這邊的那個電子 它有可能就是穿過了中間那個 原本就是很細的這樣的阻礙 然後進入到N型的這一側 那它的概念就跟我們剛剛提到 那個穿水線的感覺 是很像我們剛剛提到說 當兩個半量的材料 中間是有兩個阻礙的 當它距離靠得很近很近的時候 它可以就是那個穿過中間的那一層 那個障礙進入到另外一層 然後我們這邊也是這樣 但是我們這邊提的是一個 P型基本上中間並沒有一些 什麼絕緣層的什麼東西 可是因為它加了一個很大的 像PRO 它中間的主要就變得很軟 所以會讓它的P型這邊 灰色的駕電帶的電子 我們有機會穿過中間的那個 控制的那個控制的那個 控制的那個控制的那個 然後進入到N型 N型的這一次 所以一樣也是有造成這一次的活動 那其實從這裡的概念 也一方面也許幾次了一下 就是說它的電流好像是跟 我們剛剛的署名是相反 是不一樣的 從這一次的活動到 我們剛剛提到 就是當我們加了一個 那個 順向拼壓的時候 如果 N型這邊的駕電帶的電子 獲得足夠能量的話 它是可以從 右邊跑到左邊 那當電子從右邊跑到左邊的話 那當然它造成的電流方向是從 左邊到右邊嘛 可是假設的事情 它是在逆向崩潰這個形象 如果穿水形象出現的話 電子是從左邊跑到右邊 那就是它造成的電流效果是 右到左邊 跟剛剛的那個順邊是相反 所以其實也解釋了就是說 比如說你一個批人介面 在順向操作的時候 它的電流方向跟它的逆向 讓它崩潰一個很大的方向 力往往的那個電流方向是 OK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我把下面這邊 把它介紹的時候 我們再把這裡的概念再帶一次 就是說 它後面這邊的話 當然就是 提到說這個所謂的穿水形象就是 你在批行區那邊 加電帶的電子 它穿過中間 它這個bank其實是控化去這裡的那個 因為我們本來是說 這裡 中間的這個 這個高度其實就是它的那個 冷氣的大小 那我剛剛聽到說 加了一個很大的方向 電壓軟就像一個面 把它拉很長 然後它中間就會變得很整 那當它變得很短的時候 其實這樣 加電帶就發生這個地形 在那電池就有機會穿水過去 到另外一側 分形成這裡 這邊的那個區域 那裡就開始活動 那 另外的話就是說 它不同的材料的話 發生有這個穿水的現象 比如說 施加那個電廠的大小 其實 不大一樣 有些材料是要加更大的那個 那個 反向電壓它才有 有足夠的電廠 然後讓它有穿水的現象形成發生 那 一般來的最常使用的 是它現在這兩個 來玩材料的話 它的手機架電廠至少 要到十二點次到這麼大 那 另外的話就是 其實 對中 以穿水為主的這個形象的話 其實它的兩邊的餐廠 如果是要算 蠻高的才會 比較以這個穿水的情形發生 那另外的話 其他參與物質 比較低的話 我們就是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的 一個封貝症的那個效應 好 那 它這裡 下面這邊的話 它是 就是說 這個所謂的VV的話 就是它發生封貝的時候 它的那個 反向 立向封貝的那個電源的大小 也就是說 一般來講 如果你要以穿水現象為主 的話 其實也就是說 在那個 小 VV是小 小便利 這樣子的那個 跟它半導體材料的那個能性 有關 是非能性處理 這個 它的那個 Q這個代謝量 這樣子的電壓大小 其實在這個範圍裡面 主要是以穿水為主 那 另外我們剛剛有講到 就是在比較大的那個 反向電壓的時候 是以那個 血風被震 那當然介於這兩個 之間的話 就是說 造成它有一個 崩潰性的話 就是這兩個 現象的那個分別 就是它同時 發生 那個血風被震 那同時 也有這個 傳遂的進行 來造成它一個 很大的反向電壓 所以 我們再把這一個 再給 那個 重點提示 就是說 要 為什麼我們要考慮這個 就是主要是 我們一個 二基體 我們知道說 當我們施加的 這個 面向電壓 達到我們一個程度的時候 那這個二基體 它的那個 整個 它的那個 阻擋的那個效果 就不存在 它等於是擋不住 這樣子的一個 反向電壓 然後就會有一個 很大的 反向電壓 然後就會有一個 會有過我們這個 皮恩介面 那它造成它有這個 很大的反向電壓 兩個 在一起移動的機制 那一個就是 穿水的這個機制 那 我們這個穿水的機制 其實主要是 我們就討論說 它這個機制 界面操作在一個 很大的 力向天壓 那在這樣子 很大的力向天壓 很大的力向天壓之下呢 它的 控法區裡面就會存在一個 很強大的這個電廠 那另外的話 它的宅子 它的移動的那個 方向 它的旗幟的話 可以 這些 所以那個 所以明天是 加電彈 那個 N型那邊的 一個加電彈 把它獲得住 我們那樣說 跨過出那個 高度 進行到 加電彈 而我們這裡穿水的話 就是 P型這邊 倒電彈不好意思 那P型這邊的話 是 灰色的電彈 它的那個 架電彈 這一部分 讓它在一個 大的 反向電彈 它會 穿過 中間的這個 通行區的 出來 直接進入到 任性這一次的 那個 區域 所以它就會 就是在這時候 就會有一個 電彈的存在 好 那 第二個 中間那個 就是 空貨的 現象 是 在那邊 那 當然 你也可以 再過去 翻譯一下 我們在第二章 是 7月 前面 那 那 其實就是這一個圖 那這個圖 那這個圖 就是 雪峰飛沉的整個過程 那我當然還是把這個過程 再跟大家稍微 簡單一下 也就是說 它 嗯 我們前面在第二章的時候 就是講一個 半導體資材料 那當然我們這裡 我已經 利用到 那個P型 就是它的那個 那個 人代圖形的話 它其實主要 發生這個 雪峰飛沉 像是在那 那個 區域面 那 我們之前講到這個 這個雪峰飛沉的話 就是它是在一個 很大的 電場 環境底下 那一開始 是 那個 只有 一顆的那個 電子 它在這個 強大的那個 電場環境下 那它當然就會被這個 很大的電子 驅動 那它就本身就會有一個 很大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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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代表 這顆電子 它具有 比較 高的動能 那這個動能的話 當然 那當它 甚至它在這個 區域裡面 去移動的時候 這很大的動 它可能就會去 撞擊 那個 辦公室的材料裡面 它的一些 公家件等等 那它當它撞擊之後呢 它 撞了公家件的話 它就會產生 另外一顆 那個電子電容 所以 這一顆電子 它跑過來 快速跑過來 結果它撞擊了之後 其實就 額外的會出現 另外的一顆電子 它另外一顆 電動 大概另外一顆 本身 它那個電子也是存在的 所以 當它從一跑二的時候 就會變成 三個材質裡面 是一個電動 那 這三個材質的話 它還是會 它還是在這個 很大的電子環境裡面 所以它還是會持續 的被這個電子 去動 所以 但這兩個人 一樣是 反著那個 電子的方向去運動 那 底下這個電動的話 它是 順著電子的方向去運動 那當然這邊的電動 只要它的那個 速度都快的話 它其實也可以從 實實在 後半邊這邊 在另外程度的工作 然後它一樣是 可以在 程度的多種 一個電子電動 所以 在這樣子一個 持續不斷的一個結果之下 其實就是會 宰子就會像 讀學學子 一般的 那個數量 越來越多 那當然造成之後的 那個效果是 產生一大堆的那個 宰子 包括電子 包括電動都會 所以在這個牆下的電子 沒有出現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之前在第二章 就稍微調到這邊 那我們現在 把這個旋風飛針的那個現象 應用到這邊 這邊 那當然這些產生 這些載子的話 最終的話 它還是會 因為電子就會跑到 很清楚的區域 然後電動的話 就會跑到這個區域 那當然在那個 那個天線的話 那個電路面測到的話 就可以測到一個 很大的 一個電視的存在 所以它這邊的圖 其實就是 一定 蠻簡單的 如果我們在這一段的圖 的話 其實我們要深入了 還有看一下說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在一個很強大的電場之下 其實主要是在它的 扣法區當中 那我們 左半邊這個圖的話 其實 它是以那個 電流的角度來看 可是我們知道說 造成電流的話 其實跟那個 那個 宰子的 數目有關嘛 也就是說 假設它 這邊 它底下的位置的話 0到大陸 其實指的 就是我們 控法區 控法區的話 這邊就是XX的位置 當它從XXX的位置 走到XXX 也就是控法區的尾巴的時候 那 從剛剛的這個結果 你知道 它的 栽子 如果先看電子來講 電子的數目從 左邊 走到右邊的話 它也是 就是 主要是 那當然越來越多的話 其實 就這個圖來講 電流越來越大 其實在講的意思是一樣的 就是說 當它從X.0 走到X.W 的時候 做完它的中間就一直發生起伴障的效應 當然再次數個越來越多 最後那個電流的地方其實是逐步的上升的 以這邊來講 等一下會提到 稍微比較一下 在X.W 的時候 對電子來講 它造成的電流效果 我們這個I.W.W 的話是在X.W的這個電流的大小 那我們來看這點的電流大小 跟一開始這個I.W.W的電流大小 它到底放大了多少倍 那把這個放大的倍率Nm的話叫做倍增因子 也就是說整個PMG.W.W裡面 在這個很強大的 逆向偏壓一個很強大的電子之下 它發出全部發生的效應 那我們看一下說當一個宅子 從它的左半邊關著的走過 從後半邊到右半邊的話 到底它的電流放大很多時候 可以把這個放大倍 就是它的倍增因子 OK 那從剛剛的過程我們就知道說 電子會速度越來越多 那當然電動的話其實也是一樣 當然電動2這一顆啊 它持續的往左半邊走的話 它其實就是會有點類似電子的效果 所以它的那個電動的數目也會越來越多 那你最終的話它的 在這個旋風現象 你會在那個消息以前 它的電流大小是 然後這兩個在一起 最後出來的一個放大成效果的加裝起來 就是說我的電子從這邊走到左邊走到右邊的話 它放大了這麼多 然後電動的話 從右半邊走到左半邊的話 其實也會有另外一個放大的結果 那最後你就把這個加裝起來的話 就是整個超越在這個環境底下 它的那個反向電流的這個大小 然後三個轉燈 在那邊走到右半邊 進來走到右半邊 隔開 它是 就好 有一個 我們是 今天的話 其實 évidemment 看你自己的 有理的數量的話,在第二章的轉目中,其實有小問題 就是那個碼方,在第二章的時候,我們提到說 可能不同的材料在不同的電台上的資料 它的有理數量是不一樣 那這個有理數量的話,其實就是說 在那個單位時間裡面,有理化的那個計畫 我們現在這裡的一個非常奇怪,其實就是說 電子變動對面的東西 它可以使用一段距離之後,它就會發生動作 然後它就會有較多的那個載子出現 那我們底下這邊的這個推導過程的話 其實目的是要講說,到底 到底是,本來這裡是不是跟它的那個被證 到底是有什麼樣子的關係 那我們如果從 那我這裡刮圖裡面,裡面有個字的話 其實就從這個圖形來看 那這個圖形來看的話,就是說 它從左半邊走到右半邊的話 它再次輸入幾乎是越來越多 當然這裡是電流,可是我不知道電流是更多 它可以再次輸入更多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就是說 它在整個空白區當中 X的這個位置 它本身電流如果增加力量的話 其實是跟它本身在 DX這個範圍裡面 它走過這一小段距離 它的載子增加量的有關 所以說電流增加量的話 會不會在這個 DX裡面耐入世界裡面 產生的那個 電子電流 就很大 就是這個小包 碰碰裡面 我要跟大家 解釋表示的東西 在 X的這個位置 它的那個電流的增加 跟它 在那一個 因為DX這個距離很小 那我們看 如果它走過那麼短 沒有距離的話 到底這個電子電流 會產生的那個 第二是多少 這兩個應該會相認 那我們就基於這 這樣子的一個 關係可以寫出 底下這邊的這個 是不是 那這樣整個過程其實 會被那個 講義這邊已經 都寫了 不過我 有一些 東西的話 我稍微把它寫在 白板這邊 那大家可以把它 補充 可以知道 所以這個 冷信的話 到底是 我們去演練的 那中間的話 到底 有用哪些 那個 電話來的方式 才可以得到最後 這一邊結果 所以在 一個 X X的那個 電子電流 增加的量 的話 其實就是 最一開始的 那後面它會等於 就是說 在 那個 DX裡面 那個 D小段距離 剛剛會實現 那個 電子電流 增加的量 那它在這裡 增加的量的話 其實就是 跟我們那個 那個 阿法 那個 那 它 特別就是說 那個 電子 也會 右半邊走的話 也會有一個 有力的那個 所以它會增 那邊也會 對那個 增加的那個 電子電流 的有力 那另外 電動往另外一邊走的話 它電動也有幾個 那個 它也會 造成那個 電子電流的那個 增加 所以 後面這邊的話 這邊 就是分別 就 那個 電子和 電動 往一個方向去走 然後 走 一段距離 之後 它這邊的電子電流會產生 這樣做一個 第一步的規格 你們這項的話 就是 當電子 從 左邊 往右動作 走到DX距離之後 它 做 增加了那個 電子電動 那 另外後面這項的話 就是 電動 還是電動 右邊往左邊走 好 所以這個式子的話 其實就是 那個 框框裡面 有這個 等式 做電動的話 那 右邊這個 下面這邊 讓電子和電動分別 可以從不同方向 走過了這個DX距離 所以 造成它的那個 電子電動分別 增加的數目 而 這些電的電動分別 這樣的數目的包圍 跟 特別跟它的那個 阿法 也就是它那個 有那個數目 有 那當然 其實不同材料 那個阿法 應該是 不過我們 等一下後面這邊 會為了做一些解謀 然後 這邊 我們在一次的阿法 就是相當和它 它到底 做一個這樣的情況 其實主要是要來 描述說 這個阿法 跟它的那個 配正因子之間 有什麼樣子的關係 那當然如果說 你想要更進一步的去分析說 特定的那個材料 它 阿法 之間跟在一起的阿法 不同的話 那當然你也可以去 推算出一個 針對這個材料的一個 配正因子 和 它連動分別 之間的一個關係 好 那我們先做這個事情之後 當然 我們可以稍微的 我會想 我們分別把 人事左右兩邊呢 乘上Q 那 乘上Q 之後呢 再把人事右邊的VX 移到那個 人事的左半邊 再跟右邊 然後看電位的結果 OK 兩邊 兩邊 那很多人事都存在Q 嘛 就不見了 那VX的話 原本是這邊把他處過去 這邊是在那邊的分母部分 好 那我再把前面這一項呢 按過去 好 移到這裏 好 好 那等到這邊的結果 他其實下面這個步驟 呃 因為我最終的步驟 是希望他 那個 推得一個 I 總變給我們大小 跟R 沒有關係 所以 他現在下一個步驟 稍微比較 特殊一點 他就是讓左右兩邊同時 加上 那個 I N 然後加入這 這個步驟 我們 可以 一起 我們 來 我們 我們 可以 來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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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會選擇的 因為我日本這邊的話只有INN拿法 就是檢控IVER拿法 INN拿法 那我不要想拿INN拿法 你會幫我選擇 我可以選擇 所以我們就真的這個是 短四桌兩邊 我們加上iL拿到P的話 它出來就會有這樣的寫作 那這裡的話接下來還有8 正式右邊的這個iL iL的話直接用總電的i來取代 這就是大方P上來 好那當然這裡的話它到下一個步驟 我會跟這個講 就是說我們假設在這個PN介面 因為它這個半導力才要 它的對配置來講 對配置來講 它的兩個優力的那個輸入都是一樣的 假設它實際都是等R8 兩個是相同值 那兩個如果都是相同值的話 那就會造成這麼簡單 就是說你看它這邊 R8B-R8B 那這兩個是相同值 所以這一相同值是不是有無限 因為R8B-R8就是可以移嗎 那後面這個R8B的話 我們就直接用R8來取代 所以 這邊的話大概 就可以再把它移成這樣子 那當然到這邊的話 我們再稍微把它的 比如說這個i把它出過來 然後DX把它移成過去 然後再稍微把它連 稍微再向一向 一向之後就會回到自己的 i出過來這邊i分之一 在這邊 然後DX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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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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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